拳擊甜心黃曉雯帥氣出場 第一次走秀 氣勢眼神都很到位 一共七位國手們 穿上奧運新戰袍 臨時苦練走伸展台 光彩排就走了三次 游道男神楊詠偉領軍走秀 而備戰奧運 他也做好萬全準備 因為這次的奧運在巴黎 那其實在今年也有到巴黎去做遺地訓練 那對於那邊的環境飲食 其實都非常的適應 希望自己能夠做好萬全的準備 然後上場的應戰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雖然才短短可能五秒到十秒 我覺得比平常比賽還要緊張很多 奧運選手團服首度亮相 整件都是MIT打造 顏色是延續中華隊代表色藍白紅 材質也要盡量讓選手們 在巴黎盛夏中感到舒適 彈性比上一套還要好 就是剛剛蹲起來的時候 覺得蹲得特別的順 我蠻喜歡他這個側邊的花 對 然後還有整體穿起來的 真的就是有剛剛可能提到 那個涼感度吧 就是穿起來不會那麼的悶熱 服裝設計上也暗藏不少小巧思 側邊花紋設計師選用多種 台灣特有種植物 黑斑龍膽 灰貝利 梭羅牧 也暗藏對選手們的美好祝福 所以我想要傳達就是台灣選手 我們出去國外比賽 遇到不同的環境跟場地 都可以用他們最好的能力 跟平常訓練成果 去適應不同的環境 達到最好的表現 奧運賽事倒數三十多天 選手們穿上嶄新戰袍 要展現全面迎戰的絕佳氣勢 三選高考生 科目是臺北層部的